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11月6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渴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脑我 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洁公义的 圣经的话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第116篇 9-11节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 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我曾急促地说 人 都是说谎的 主啊 我信你所说的话 所以 我要在你的面前 行活人之路 就是在困苦窘迫的时候 我仍然要远离谎言 主啊 我因信你 我要在你的面前 行真理的路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释迦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追悉君 若不留心 罪在还如期 荣耀归主义 真言 第28章 第19节 根换中 自己田地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足受穷乏 跟踪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足受穷乏 主耶稣 我感谢你指教我 要跟踪自己的田地 主啊 我要成为豪土 我的内心里面 要除掉荆棘 栽种神的道 建造基督 内住的生命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荣耀归主义 荣耀归主义 救主宝血 将我追悉君 荣耀归主义 路加福音 第九章 一到九节 耶稣叫起了 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 去宣传神果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 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 和银子 也不要带 两件挂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 约翰 约翰 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又火了 西律说 约翰 我已经斩了 这 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 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主耶稣 我要用心 去了解 你所做的一切事 求你帮助我 能认识你 求你 使我明白福音 主啊 愿我也被你拆遣 去宣传神果的道 去宣传福音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是家在前头 是家在背后 是家在前头 是家在背后 是家在前头 是家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那是家在前头 有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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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气宝